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也欢迎电视机前的您 关注我们本期的对话 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 那片思想飞翔的天空 今天我们的寻找呢 将会从这里开始 这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坐在我身旁的两位资深的学者 一位是吴敬连教授 一位是黄明教授 好 欢迎两位 我跟二位其实都非常有渊源 吴教授在我们对话现场 也留下了很多 关于改革的声音 我记得在有一期对话节目当中 我们提到过改革的现状 和改革的预期 第一个是政府不再干预市场 第二是非国企和国企 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第三是权力寻租的现象消失 第四是百姓在干部任免升迁上 发言权更大 第五是政绩观改变 不再只看GDP 我想问一问两位 你们觉得今天的改革成果 跟我们当年的预期之间 有距离 或者是有某些方面 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我觉得这个有进步 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所进步 但是并没有完成 并没有达到我们原来的 全部预期的目标 比如说第一条 政府不再干预市场 那么在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的14次内卖大会上 确定了我们要建立一个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一个市场经济 可是到了本世纪出现了这方面的改革的停顿 特别是在04年发生了经济过热以后 强化了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 于是在资源配置中 政府变得越来越主导 所以以至于就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 比如说寻租活动 腐败活动 因为权力的加强 使得腐败 猖獗可以说 我觉得政府不再干预市场 非国企和国企有平等竞争环境 我觉得这些特别重要 但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特别清晰的迹象 是我们改革的力度不够呢 还是说我们的出发点有问题 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也许改革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吧 其实我们现在也特别期盼的国企改革 包括最近的这个市中全会的司法改革 希望都把这个改革往这个方向推 希望市场政府逐渐逐渐退出对市场的影响 希望所有的企业都是在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们做了很好的规划 这些规划能不能落实 就是做了很好的制度设计 但是它是不是落实 还要靠大家的努力 其实一直以来 我觉得你非常关注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定位和政府的作用 我曾经梳理了一下 你在对话节目现场留下的很多跟此有关的观点 我来选一两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府和政府所属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 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所以它就使人感觉到悲哀或者感觉到灰心 当然我们需要括号一下 这也是在特定历史阶段 吴老提到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是制度的建设要发生效果 它是有一个很长的链的 您对这个政府和政府所属企业的发挥的作用 是不是依然还会有一些担心 当然 因为最近的我们一个制度规划 就是18届三中全会这个决议 这个决议里面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进一步的改革 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 就是说要从我们原来的国资委 管人管事管资产 转变到以管资本为主 我们的国企的领导人 特别央企领导人 一把手 甚至副手 你说党委书记副书记 董事会董事长 董事还有CEO等等吧 都是由国资委 那么这就是管人了 管事所有的重大决策 都是由这个大股东决定的 这是不对的 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那么现在这个三中全会决议呢 就决定了 这个代表国家掌握这个资产的机关 它是作为股东出现的 就是管资本为主 按照公司法运营 这个国有资本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 但是呢 这个三中全会决定 怎么贯测 现在还在讨论之中 我非常赞同吴老的这个建议和担忧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更值得我担忧 我们国企整个得到了社会远超过一半的政策资金的资源 但是呢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目光比较短视 短视就在于 他们没有说是几十年的去研发品牌 在国际上去争夺市场 高端的牟利 而假如我们不把这体制改革了 下面十年二十年 恐怕还是这个状况 那你们二位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差距 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还是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它毕竟跟我们沿袭了几十年的这个传统区别很大很大 你我想问一下 你说我们是谁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 对国有资产的这些管理者 这个你得问管理者了 对 我对 这等于说 所有的管理者都 都会同意 都会支持这样的改革 因为这个无论如何 涉及到他们的权力和利益 需要您继续鼓与呼 我需要我们大家 特别是你们央视 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后好多次强调了 我们中国企业要研发创新 我觉得说明上层是看到的 但是呢 这个体制往下改革推进 我估计还有一个过程 我希望这个过程快一点 强度大一点 可能在这个阶段你提到改革的话 我们会很频繁地听到一个词 就是新常态 到底新常态是什么 新在哪 我觉得GDP增长 速度是持续会放缓了 这是一个表象吗 是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觉得 中国靠老的增长模式 不断地投资它动 然后对资源的这个消耗 以及靠廉价劳动力 在国际上的竞争的优势 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新常态首先代表的这个 就我观察呢 对于什么是新常态 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吧 一种意见说所谓新常态呢 就是低速 从高速增长变成了中速增长 甚至还会进一步 进一步GDP增长率进一步降低 这就是新常态 另外一种意见 我自己是后一种意见 我认为这个旧的常态 就是高投资 高增长 这个常态已经不可能持续了 在我看来 要真正建立起新常态呢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就是效率要提高 所以我对新常态的定义是说 效率有所提高 速度有所降低 这样一个态势 才能够稳定下来 才能持续 五年前 我们在做一次对话的时候 我当时请吴老和其他的几位经济学家 一起来画一条曲线 其实我知道很难为经济学家 去准确地预测未来 但是我们当时就特别难为了他们说 来请你们画一下 中国GDP的这个增长曲线 会呈现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是这样的 这样的 反正各种形状 来看一下 吴老当时画的这条曲线 是什么样子 第三季度之后 中国的GDP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 我这个是有两条线 您这个图形太复杂了 不太复杂 就两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来告诉我们 一种可能性就是 按照现在的势头 继续往上 已经有人预测了 明年是会九到十 后年是会更高 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它会下来 我希望的 优着点 优着点 不要再上了 在我们转型 这个增长的模式 转型的过程中 这个增长率 是会比较低的 不要紧 不要紧 它的效率提高了 增长率低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坏处 你从两年来看 我这个图还是不准确 它这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 中国政府决定了 用四万亿投资 十万亿贷款 来拉动经济增长 结果的短期效果 比我预计的要好 保持了两个多季度的 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 保持了十个季度的 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率 但是后面的预测 我就对了 然后就一路下坡 直到现在 现在上个季度是7.3了 我记得那一天 徐小年教授 Michael Stance 也在这个上面 他的曲线 我们三个曲线是一样的 那像现在这样的走势 咱们给他来点刺激 让他再往上走一走行吗 最近三年 其实每年都搞了刺激 他的时效越来越短 其实有的经济学家 做了计算 今年的从第二季度初开始的 这个刺激政策的力度并不小 但是这回干脆一个季度都没有保持住 因为我们的资产负责表里面的 这个杠杆率已经太高了 这么弄下去了 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这个经济 因为杠杆率不断地提高 出现了像日本的90年的崩盘 和美国的08年的和最近欧洲的 这样资产不代表危机的话 我们的情况会比日本要产 虽然我同意现在这个边际的效益逐渐在递减 当你扩大扩大投资的时候 但是为了维持维护经济 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我估计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 在我们通过还可以做投资 包括高铁啊 甚至核能啊 等等投资 加大一定的力度的情况下 保持经济增长 其实是买了我们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谈改革 因为下面靠有限的剩下的资源 维持增长的过程中 这五年到十年时间 必须把该做的改革改到位 才能让民营经济 以创新 研发 品牌 知识经济为拉动的经济 代替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引擎 你比如说 新疆最近刚刚通了这个高铁 对吧 需要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但是我们应该投到 那个效率的提升的可能性更大的地方 以铁路投资来说 我们那个铁路的短板在什么地方 不在客运 高铁是客运专线 是客运 我们的短板在货运 那么你要如果做选择的话 你有钱 有足够的资源 首先应该想办法把我们的货运的那些叫做卡口地段 把他那个地方打通 我们希望要的是一个效率就比较高的中速的低速的增长 那么西方国家如果有4%的增长率不是很好吗 原因就在于他的增长模式主要是依靠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而我们呢主要依靠的投资 所以他就不能维持 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效率呢 要一个好的体制 我记得李克强总理曾经说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我们没有采取强刺激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强刺激的理解 好像也有不同的角度 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来点微刺激 微刺激是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频繁的大规模运用 微刺激其实跟强刺激没什么区别 从长远说呀 假如靠政府微刺激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我期望值不是特别高 我给一个极其细的标准 改革什么叫成功呢 成功就是意味着我们广大的民企 和广大的国企 他们都愿意像顶尖的国际企业一样 我放掉十年的短期利润 我去追求一个长期半垄断的产品 或者服务或者品牌 必须要让民营企业家 有长远的对企业 对自己有安全感 他知道他不需要去寻租 不需要去跟政府走太近 就能好好地生存 而且对自己的长期生存有极大的安全感 这样他才敢做十年二十年的投入 二位刚才也提到了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机制设计 谈到这个话题呢 我们台上的嘉宾阵容要再庞大一些 再丰富一些 马上我还会为各位请出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呢 我们二位学者也都非常的熟悉 能不能请你们用你们最熟悉的方式 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这个教授的了解呢 是读他的文章和听他的讲座形成的 他的文章是极其优美 写的理论极其深刻 来了 结果见到的是一个个子不那么高 但是的确非常有智慧 非常严谨的一个学者 他比较有名的 就是他在博弈论上的贡献 那么更加突出的呢 就是他得到了大奖的时候 所表彰的 就是在于机制设计方面的贡献 这个不但在理论上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经济学的理论的进展 而且对于中国来说 我觉得学习他的理论 跟他进行讨论 具有重大的意义 两位专家 我估计可能已经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这个我只能给大家最简单的 确实最直白的一个提示 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Eric 马斯金教授 好 掌声欢迎他 欢迎您的到来 我上一次见到您呢 是在对话的节目当中 在您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 当时我们大家对于您获奖的理论 特别感兴趣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忘了是您或者是现场的谁 提出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解决思路 就是分蛋糕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如果谁要制定 这个分蛋糕的政策的话 那么你一定让他最后拿蛋糕 这就能基本上保证蛋糕的分配公平了 时至今日您觉得我们这样理解 您当年的这个理论足够吗 这是一个例子的组织 这个典型的造型 您 并典性不要太多 information 自己在自己的事情 也不需要分配 the allocation 所以您让梦并将可以准备 その效果 您的项目 您正常人来制定 判购取決策 您的問題 中国会选择 如何往来 从一个格子 在中文里的控制很大的 主要管理 to one in which there is a more privately competitive system that's similar to the cake problem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cutting the cake you let the companies themselves cut the cake in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but the idea is to accomplish that decentralization in an orderly process in a way which gives companies the incentive to perform well and to perform at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没有钱就花钱 那么一个后进国家发挥比较优势 它能够提升最低层的劳动者的福利 但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在国际贸易非常的通畅的情况之下 可能起不了这样的作用 它这个低层的 就是最低层的劳动者 这一群劳动者 他们福利甚至会降低 这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的情况 就是贫富差距之间有可能会变大 对 中国在这个2005年发生过一场大争论 就是还是原着原来的增长模式走呢 还是要改变 还是要改变 于是有一些学者就提出来 我们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 要从依靠投资 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那么就遇到了反对意见 这个反对意见它的主要的理由 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就在于低价的低技术的劳动力 所以我们应该坚持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 同时有政府官员就说了 根据这种情况 中国人应该继续给外国人打二十年三十年的功 于是就发生这个争论 靠穷作为核心竞争力是不可能自负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靠穷 靠低价劳动力到了中等收入的现在状况 接着往下就要靠国际化知识化来形成竞争力了 其实比方说苹果制造 我们的确我们有很多富士康的劳工都参与了呀 但是收入并不高啊 所以我认为参与还得在知识化的层面进行 随着国际的这种通讯交通各方面的高速发展吧 是迎着通吃的市场 就像苹果手机一出来就灭了很多其他厂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得通过知识提升创新研发 才能分享到国际化的这一个蛋糕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也就是说提升我们全民 特别是那个最低层的第一群劳动者 把他们知识和技术的水平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的教育体制就一定要改 Well one way Well one way of course is for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directly but an alternative method which is more a mechanism design method would be once again to get private companies into the act the idea is to get companies give companies the incentive to invest in the skills of low-skilled workers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去世以前提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教育出不了大事 我们现在是深深地为这个情况所困扰 而他这个给我们设计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很扎实的一个基础 前一个时候中国政府制定那个中长期的教育规划 里面就讲到了要去行政化 但是马上就受到了一些大学的负责人的反对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又讲了要去行政化 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观测 在今天的中国并不仅仅是只有教育的体制改革是社会的热点 很多的这个社会热点当中我们都期盼着我们在机制设计上能有一些变革和创新 带来我们渴望看到的一些改革成果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几大热门话题 交给三位和我们现场的观众一块来讨论 我们也先做一个机制机制的设计 我们看到了有五大热门的新闻话题就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出现了 我们给三位教授一个思考的时间 三位谁愿意先来先来完成这个任务 官员腐败了 官员腐败 您挑了一个确实是很刺激的一个话题 2014年中央反腐力度空前老虎苍蝇一起打 截至2014年12月23号 中纪委网站一共公开通报了约700名被调查官员 在这些官员中既包括了周永康 徐才厚 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 也包括了超过50位省部级高官 涉及国资委 能源局 国土资源部 公安部等多个部闻 2014年中国反腐力度空前大老虎纷纷落马的背后 他们却在思索是什么机制出了问题 中央政府审批就会导致腐败 人家地方政府就不会吗 包括公务员人数下降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 中外经济学巨波 但你透视中国改革中的机制设计方向 稍后请继续关注对话 2014年中央反腐力度空前老虎苍蝇一起打 截至2014年12月23号 中期委网站一共公开通报了约700名被调查官员 在这些官员中既包括了周永康 徐才厚 令计划这样的大老虎 也包括了超过50位省部级高官 设计国资委 能源局 国土资源部 公安部等多个部 这个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太大 官员们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 那么要建立一种体制呢 就是要铲除这个巡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我会想要用作为了十多的美国的提供 估计法律平台下的负债 在负债上的问题上 请换问 外国的界限度 支持国会丶国一号提供 的这种问题的問題 并非得了无法谈计务法律 并非得了任何问题 为了清晨学一直在网站的问题 说到高兴养年 我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 官员这么多 哪养得起 但我觉得跟吴老刚才 而且要得多高 才真的能和腐败之间拉开距离 我觉得跟吴老刚才思路可以连在一块了 一旦我们减低审批权 减低官员对市场 对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权利的话 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官员 那么官员数小了就养得起了 我想他们两位说的我都同意 但是我想强调在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产出巡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也就是说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 太多太强 政府官员手里掌握的资源太多了 你说为什么能源局出了那么多贪官呢 主要的问题就是批一个电站 这个收入就是几十亿的收入 所以有一位副司长家里超出现金 就超了两个亿 如果这个神租的基础非常的大的话 就变成法不折纵 还有这个本届政府的这个转变政府 只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审批 审批改革嘛 取消了十多项 也下放了一些 对这个下放我有点有点也不怎么放心 你是觉得担心是吗 因为他中央政府审批就会导致腐败 那地方政府就不会吗 那怎么办呢 不是就取消不应该审批 我们有一个行政许可法 不是每个机关都能设立行政许可的 有法律规定的 可是呢 执行了两年 公布了好几次 取消了几百项审批 在02年03年 04年 邮报有压一下全面回复 比原来还多 我认为 我认为 这里的消防禁止 批改革 是最大的重要的 要求 任何国家 而是 诺断 我说 是 政府的 变得更大 并且更大的 领域 在内补 政府的 市场 都会越来越多 更大 我认为 适当 政ern 人 从 政府的 到这个程度那是可能的 报道说享受高薪厚禄的中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今后或将要过苦的日子 据悉被民众长期诟病的国企高管收入过高现象 相关部门以草拟数方案建议削减国企高管七成的薪酬 减之目前薪酬的30% 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人民币 我觉得要想把改革做好 让我们的国营企业把自己做成一个社会化 跟民企比较平等的企业 你就不能献心 假如你让所有的国企的高管都最多只能赚60万 我几乎 我极其担忧 这样的国企是不可能在商业残酷商业国际竞争游击中做好 那么我的理解呢 我希望我们社会也在期盼 新一轮的国际改革推动 我希望我们中央的一些精神 是指的就是在集团层面 那些身为是副部级局级的那些官员干部 他们在集团层面指导央企 但是呢 从这个分公司或者真正在市场上打仗的各类的分公司 他们这个层面 我觉得应该不是官员 应该做成这种社会化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 就应该股权激励 这样才能把国企改革做好 实际上在我们世纪之交的国企改革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中国移动 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中国联通 上市的时候都设立了职业经理人的期权 但是呢 很快就受到了 他们的同级别的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反对 后来就停止执行了 于是就来了 他一方面他是个副部级的官员 他一方面是个CEO 于是呢 民众不理解 他同级别的官员也不理解 我估计 凭什么咱俩一个级别 然后你拿了那么多钱 你拿是我的几十倍 几十倍 所以我认为这个根本问题啊 这个三中全会这个决议啊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找到了痛点 就是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 变成管资本 不过我估计呢 要实现三中全会这个要求呢 触及到相当多人的权利和利益 所以并不是这个很轻易能够实现的 最近我也看到我的朋友 是官员写了文章 说实现了三中全会所要求的改革以后 还得坚持 管人管事管资产 那您没给他打个电话 我没找到他电话 我真是碰到他 我说会跟他讨论讨论 碰到他的话 您一定会跟他说的是吧 您有把握能够说服他改变主意吗 因为涉及到人的权利和利益 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他个人 我相信他不是因为他自己 他是代表一个群体 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 接下来轮到您自己来选一个 我会选择购物保障 2014年9月30号 央好民间会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放松了对于自住需求 密切相关的房贷政策 并鼓励银行通过发行MBS 即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和期限较长的专项金融债券等 筹集资金以增加贷款投放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 个人房屋贷款的余额已达10万亿左右 有人说房贷证券化后 你抵押给银行的房屋 可能被转给一家券商 而借钱给你的 可能是一家公司 也可能是你的作业利益优 Let me say first that in principle mortgage securitization can be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it gets more capital into the system it allows risks to be shared over many more investors and risk-sharing in principle is a good thing for financial markets and for the economy overall. The potential problem with this kind of securitization and the problem that we saw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009 is that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this kind of securitization, there has to be adequate financial regulation. What went wrong in the subprime crisis was not that there was just a problem in the mortgage loan markets. If there had been adequate regulation of leverage, the problem would have been contained within a small seg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subprime mortgage loan market was on the order of a trillion dollars. The entire mortgage market was on the order of 10 trillion dollars, 10 times bigger. So even if the subprime mortgage loan market had blown up completely, it still should not have been allowed to affect the remaining 9 trillion dollars in other mortgage loans. That was the mistake that was made. And I hope that we've learned from that mistake. And if China goes to securitization of mortgages, it should be able to learn from that mistake too. Thank you. 留一部分, 剩下的卖给社会, 社会也好好地评估, 因为银行留了一部分, 它也不会瞎来。 美国的问题是做过头了, 其中有很多方面做过头了, 刚才Maskin教授说, 从那个杠杆的监管等等方面做过头了, 我再想强调一点, 美国的房贷政策化, 其中有一个做过头的, 就是银行基本上不需要留任何风险, 可以把它全抛给社会, 因此银行在去选项目的时候, 就根本没有利益, 没有激励去选好的贷款项目, 所以解决方案很简单, 就是回到Maskin教授的蛋糕理论, 银行决定去挑干蛋糕, 然后通过正确化, 卖给社会, 我们要求银行要留5%的蛋糕, 自己吃, 剩下的95%卖给社会, 这样银行就知道, 假如蛋糕里面有毒, 就像那种事在危机的那种事在一样的话, 银行自己也得吃的, 所以他们一路都有激励机制, 要选好蛋糕, 把95%卖给社会, 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积极有意义的, 养老保险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推出, 机制改革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改变, 靠穷作为核心竞争力, 是不可能自负的, 我认为重刀美国的负责, 在中国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改革的造梦者, 与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将如何盘点2014中国经济, 是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还是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想问一下, 你说我们是谁, 中外经济学巨破, 带你透视中国改革中的机制设计方向, 稍后请继续关注对话, 我有一点担心, 我认为重刀美国的负责, 在中国的可能性更大, 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信息不对称, 那么这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其实政府有很大的责任, 那么如果说民粹主义, 这种想法变成了广大严重的想法, 也变成了politician, 叫他什么呢, 我们叫政治家, 他们的想法以后, 也成了监管当局的想法以后, 他就会放松他的监管, 让那些绝对还不起账的, 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买房子, 这个制度设计就会变成这样, 就衍生工具不断地衍生, 这个证券化, 衍生衍生, 衍生到后来, 就根本不知道那个最先那个拿到按揭的人还不还得了, 那么银行当然可以做很多研究, 但是再来一条, 我设立征服设立两房, 最后脱底, 你就放心吧, 你大量的贷吧, 最后就出了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要求脱市的呼声是很高的, 所以我还是很担心, 吴老说的是, 就是当我们政治上有些压力, 希望大家能够买得起房子, 甚至给银行压力, 让他们贷款的话, 我觉得银行现在在中国金融里面占的百分比简直是大的可怕, 可怕, 我们这一轮的改革包括这个增速放缓, 其实主力, 最大的主力, 我个人认为不是就业, 而是银行的坏账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说, 把中国社会的融资不要过度的依赖银行, 这还是一个好的大方向, 从这个房贷证券化的角度, 是往这个方向迈一步,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方面我还觉得蛮积极的, 我就觉得需要大家从像这个Eric刚才讲的, 你要证券化, 证券化它这个制度设计要做一些防范风险, 很大的一个就是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如果有人托底, 他银行乐得在吗, 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风险, 具体的说有几个, 对不起, 具体有几个可以做的, 比方说要求银行保留一部分的贷款, 这样他对质量有兴趣监督, 另外要求首付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 美国出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首付要求太低了, 首付比方要求30%的可以做胜券化, 这种也可以, 部分的缓解是个问题。 其实每一次在我们对话现场请到吴老的时候, 一定都会跟改革有关系, 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新常态,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机制的设计, 我们把您之前到对话现场的一些视频, 做了一个集合, 让你来看一看, 伴随着大家共同走过的这段改革历程, 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改革的目标, 改革的途径等等, 都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理论上的解决, 我想重要的不是提了多少次改革, 而是到底要改什么, 要往哪改, 这是更重要的。 18届三中全会最近通过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总体设计,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正站在这个历史的入口处。 那您觉得这一次您会从一个改革的追梦者, 变成一位改革的元梦者吗? 我想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想应该说的更积极一点。 如果更积极一点应该怎么说? 应该是什么呢? 造梦者。 改革的造梦者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这次我们关注的是机制设计, 其实我想问问吴老, 这次的关注跟之前的关注相比, 大家的热度更高, 就是机制设计, 他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对改革而言? 因为去年的18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总体的设计, 他设计了一个系统, 叫做统一的市场, 一体化的市场, 开放的市场, 有序的, 就是在法治基础上的, 在规则基础上的市场, 要建立这么一个市场体系, 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 当然有会调整, 因为实践检验嘛, 这个设计还会有许多调整, 于是就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呢, 是这个原来的设计, 是不是都是很好的, 适合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把它落到实处, 就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需要克服, 所以对于这个制度设计问题, 现在应该说, 特别是我们学者来说, 是个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想我们的官员, 可能也应该来关心这样的问题。 其实今天除了现场的各位, 我们之前呢, 包括在中欧的校园, 包括在互联网上, 也征集到了大家的一些关注, 第一大猜想是, 房产税怎么收, 什么时候收, 第二是还有哪些部门要取消, 第三是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下降了, 以后怎么办, 第四是国企老板年薪以后, 不能超过60万了, 那下一步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境, 还有一个, 包括国际上也非常关注, 大老虎会不会影响经济, 最后一个是, 中国的GDP的增速能保7%吗? 我先说一下, 这报考公务员人数下降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期望一个国家的精英, 应该去思考创业, 去在社会做各个领域的精英, 而不是光想着去政府, 当然我有一批精英进政府也很好, 我觉得公务员人数下降是个好现象, 那你觉得未来公务员的招聘制度, 在机制设计上会有一些什么调整, 或者你觉得该有什么调整吗? 我觉得更专业化, 然后要社会化专业化, 不要搞群态关系, 另外从整体来说, 公务员的人数应该下降, 整体来说我认为, 这样我们才能高薪养联养得起, 随着他们的整批的资能下降, 这个意义这个题, 现在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几位政府官员都讲到了, 说这是个伪命题,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论证的, 但是你就该看事实, 那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豪华型的那些餐馆, 消费场所, 冷清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中低党的消费, 你去看看那些饭馆都在招人, 都在招人, 就依然火爆, 是吧? 这有两个因素了, 一个因素呢, 就是说你让中等收入, 低等收入的人, 把那些大老虎们挣的钱都给他们, 他们的消费倾向, 比那些土豪也好, 是贪官也好, 消费倾向要大, 要大, 所以才会有那个贪官, 屋子里放了两个亿的钞票, 你说哪一个中等收入的人, 低等收入的人, 是会把钱那么放起来,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就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改革, 一个是银改增, 一个就是工商登记便利化, 这两个改革使得我们的服务业发展得非常快, 前年我们的第三产业的增长率, 就跟第一次跟第二产业齐平了, 就是服务业的增长跟制造业的增长齐平了, 去年进一步第一次中国的第三产业, 服务业变成中国的第一大产业了, 服务业发展得非常的快, 所以就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你遏制腐败, 遏制打大老虎, 就使得这个结构发生, 收入结构发生了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改革, 改革把制度搞好, 把机制搞好, 那么完全不会有问题, 改革的猜想远远不止如此, 因为改革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让我们欣慰的是, 在改革的途径上, 我们并不仅仅是在做猜想的人, 我们更是带着自己的激情和责任, 投入其中的人, 当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 来到了新常态的新坐标的时候, 我们会带着更多的新思维, 去寻找改革的新动力, 改革我们继续出发, 好,谢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对话, 也谢谢我们几位专家学者, 谢谢在场的每一位, 谢谢各位, 再见。